好像是我想抵抗抵抗 但是呢 我不能再抵抗 我再抵抗是无意的启程 大盘还继续下 所以我也下 大盘点一波 我点两波 我反正再下 有个盘子 反正就是再盘 这支股票一个买点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当然了 K线基础毕竟好 K线基础一看 通过我们对K线的判断 今天不能大跌 今天大跌可能性大 那么这是最好的买点 他这个 前数换回落是不过前提的 这个很齐 不过前 这是牌 前数换回落是没有牌 这是有牌 牌一牌 下来再牌一牌 这个股票一个是就是买点 一个是过去这个点位的时候 过去这个点位可能是三四个点 哪怕四五个点 这个点位一过 这就是宝的票 掌听板的票 这种走势 大家呢 比那种前世充高 回落 这个 恐惧性还小一些 这样的票 将来是你们的选择 很稳的 跌下来 这样的票 有的时候呢 说昨天是个打带着鸡蛋 这个时候呢 就跌到这个时候 就做个大大大大上 乘引线了 你看这些 他哪能起来 因为救人起来 是吧 而降的票呢 他显得就不是那么 太太神了 特别是降的票和降的票 都是昨天 那些阳线 连续上涨股票去比降的走势 就还能涨了 涨 涨 所以 那这个 这个是 藏的上一线 那这个 这个上一线呢 可能就小一点 令人还十分恐惧 但是 盘 你相信 盘的分数是盘 就比不盘的 要稳定 大盘 大家可以以后 我选股票给大家看到 一步一个台阶 一步一个台阶往上 那是最好的股票 那是今天最强势的股票